T仔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只圈养棕色大熊猫 2009年11月1日下午 在陕西佛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公庙排王沟一带 发现了奄奄依稀的棕色大熊猫幼崽 出生两个月左右已经几个小时未进食了 经过全面检查 发现这只大熊猫幼崽体标有大量的寄生虫 鼻尽干涩 眼球稍有下线 叫声嘶哑 经过保护中心相关人员几天中夜部分的细心救助和照顾 身体渐渐好软 同时参与救助的人员也松了一口气 终是救助成功了 除了毛发与其他大熊猫相差很多 生活习性和体型都是相同的 由于这只大熊猫幼崽就像长江七号中的七仔一样 如同天外来客一般 于是就起名为七仔 对于七仔的出现 不少网友表示十分惊讶 七仔真是一只神奇的大熊猫 居然还有棕色的大熊猫 太可爱了 希望七仔能够健康主装成长 为保护大熊猫的生态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